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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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場都去過了 製作品也不錯, 賞品也不錯 大哥, 數量可否多準備一點呢? 多準備一點沒問題 好, 有什麼隨時給我電話? 大哥, 你的飲品幫我再確認一次 還有想辦法可否多找傳媒和雜誌 這樣才能打起投票 總之我不管, 全部交給你 你有什麼事隨時打電話給我? 不怕我晚了, 打你吧, 好嗎? 怎麼樣?打算做通宵嗎? 明天就是我們公司的頭一校 現在最後衝刺 看來你這次真的很努力 爸爸, 我這次真是很有信心 搞一間PR公司 不過最糟糕你明天沒空來 剛好我明天要坐球 不過不要緊, 將來看報紙、雜誌 就知道你搞得多成功 你又做事去不了嗎? 我經常都是這樣 家裡有什麼事就不參與我們 有你做代表就行了 媽媽真的這麼重要嗎? 當然了 那幫媽媽看看哪一套比較好 好啊 這套比較高貴大方 這套的設計雖然簡單, 但這套很搶 這套很閃, 媽媽, 你這麼高貴大方 你戴哪一套都是全場最銷的那一套 所以說你最會哄媽媽 那好吧, 明天是你的大日子 我選一套最銷的 好, 接著這樣 對不起 阿Don 現在? 好…我馬上去找你們 好, 再見 再見, 待會兒我先出去 別去太晚了, 以後明天沒精神 好, 行了 再見 再見 一會兒出去 小心開車 再見 再見 看我們的兒子多生性 希望他這次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成績 當然會, 這是我的兒子 你好, 你坐下, 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們城中財進鑽石王老五 亦是公關公司的大老闆, 麥子軒先生 Kelvin 你好… 話說回來, 他是出錢 我們是出力的 所以說真正擔大旗的就是Kelvin 別玩了, 現在不就跟我做推廣 我沒錢給你們 好, 我們只是說實話 你叫我找三個領導 我找到了 明天的功能有他們三位表演 肯定所有的報章雜誌全都會有 這三個我沒勞勞, 還行 有夠新鮮感, 肯定是在場 但是手續搞定了嗎? 搞定了, 不用擔心我 既然贏了, 乾杯 好, 那就預祝我們公司一炮而紅 好不好? 乾杯… 乾杯…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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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喝 我會不會晚閒 complement 吃吃吃看 喔, 你是不是… 早安, 請我進來 孝佬 孝佬 孝佬你好, 準備好 孝佬, 孝佬 好, 葉先生 恭喜… 葉太太, 謝謝 謝謝孝佬的臉 有興趣 大家這麼熟悉, 客氣 對, 是呀 Kelvin, 我從小看到他長大 你今天搞婚信, 我一定會來 謝謝 真聰明 真是恨死隔壁了 你以後我們有球, 請Kelvin一起來 好, 謝謝 過來喝杯東西 好… 香噴噴噴噴 謝謝 最重要是珠珊喜歡 沒錯 結束快成功, 乾杯 好, 謝謝 好 好, 我有朋友來了 好, 好 你不要遲些, 人比我過了那麼多 你的年式還沒開始 行不行?好嗎?好嗎? 簡直好像那些時裝電視設定一樣 我等了這次機會很久了 你知道我一向喜歡做大事的 我這次就要證明給所有人看 我來得及 我呢? 你有這些打工仔朋友是否很遺憾 不, 不同人做不同的事 你去警署做得好 如果給我, 就不行了 這個老闆點來點去 不然晚都不是我解僱他, 他解僱我 但做生意又不一樣 雖然是辛苦 但辛苦得來的那種按足感 是打工仔感受到的 我明白了 來, 今天大日子, 招呼其他人 我沒打算招呼你 小姐是甚麼? 現在很… 自己搞定吧 小姐, 你好 上面的情況如何? 這裡是伊坑的影子 因為我還沒開演唱片 演唱會隨時自報一小時 開演唱片就好 在休班時間 你看到非法勞工你會怎麼做? 身為紀律部隊, 一定要盡力執法 看到非法勞工, 當然要全力測佈 你有沒有想過通知有關部門? Sir, 我不同意 第一時間很重要, 時機一閃就過 我既然身為入境處的職員 打擊非法勞工就是我的責任 甚麼第一時間? 你有沒有顧慮對安全問題? 就算你不管自己 也應該理會其他人 你們是英雄主義 我不是英雄主義 我現在是說一個身為入境處 職員的責任 就等於作為一個男人 做小光明正大公司分明 要對自己說過的事, 做過的事負責任 這個地方沒有關注 我不是說的, 做過的事負責任 這是有冒險的事負責任 在這裡的情況下 這個情況下, 請非常на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方长杰 请坐下 谢谢 长官 方长杰 今天我们的企业评论正式开始 首先我介绍自己 我是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潘弘生 这位是总入境事务主任, 麦太明 这位是高级入境事务主任, 大和浩 而那位是我们E.O. 诺永健 方长杰, 告诉我们 为什么觉得这次自己有份见博 不过, 我加入入境事务十三年 我一向都很投入, 很认真地对待我的职务 而我的表现也得到上司的认同 所以他推荐我见博 恭喜你, 上了报纸 谢谢, Sir 休班时间都加入七步非法无空 你果然非常投入你的职务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安全的问题 你自己的安全 和你一起追捕的同事的安全 你是根本没有考虑清楚 还是根本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因为你自己要满足个人英雄主义 不理一切, 漠视其他人的人身安全 我绝对没有漠视其他人的人身安全问题 那就是说, 你经过考虑之后 都决定加入追捕人徒 但结果出了意外 那名黑工出现根本就是一个意外 在那时候, 调查组的同事 在茶餐厅里執行职务 而那名黑工之前跑出去送外卖 根本没有人预计他的出现 阿长 什么事? 华人是黑工 没错, 他的出现是意外 但是意外不足以构成 你必须想前追捷的理由 方正杰, 你做了这么多年 入境处是讲求纪律和合作的团队 不是英雄主义 我决定的追捷, 绝对不是英雄主义 是基于安全 因为当时的黑工, 他情绪非常激动 就是因为你们上前追捷 他才会情绪激动 才会乱闯乱撞 才会造成危险 我所说的安全 不仅是市民大众的安全 还有是那名黑工的安全 当时我追到出去查餐厅 我看到那名黑工被车撞傷了 你报警啊, 你别动 我帮你报警 你伤成这样, 不要走 在当时我看到那名黑工所受的伤 如果不能得到尽快治疗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才决定追捷他 身为入境处一员 保障市民的权益 七部非法勞工是我们的职责 非法勞工的确是违反了 逗留香港的条件 但是他们背后的动机 无非都是希望来到香港打工赚钱 令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可以过得好些 七部他们, 我们是应该的 但是, 没必要令他们受伤 我们入境处应该要做的 是将非法勞工承之于法 然后将他们安全显法 这样才称得上是有效率 以后负责任的入境事务团队 方俊杰 家庭和事业 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重要 我觉得事业和家庭同样重要 有很多人认为要二选一 如果专注事业, 就会忽略家庭 但是我认为不是 因为只有忠于家庭的人 才能忠于他的事业 尤其身为纪律部队 没有事比得上诚信更加重要 如果对于家人都不能忠诚的话 又怎能令同苗和下属信封 好альная属信尚 好好意思 我就是做艺术 我用到刚才抽签 你在顺客行尖 Sir, 你好 你沒什麼改變,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眨眼而已, 你也結婚了 對了, 你出班已經十三年了 是, Sir 十三年 我記得你班上還有梁智麟, 葉安琪 對了, 你還跟那個鄭柏宇鬥難分難解 家庭事業並重 我想那時候你就不會這麼說了 希望你真的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做得到 我不像有人不負責任說一套做一套 不管家庭幸福 好, 不理會別人的感受 二樓到這裡了, 莫Sir 謝謝 謝謝 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為什麼? Mary, 你冷靜點吧, 這裡是辦公室的 我現在需要對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你別誤會了 我沒有誤會, 你欺騙我 為什麼要欺騙我? 梁智明明答應過我 他說他會跟老婆離婚 他很愛我, 會讓我在一起 不過他現在又不肯 我猜不到他是個這樣的人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Mary? 人家女孩子人家很傷 她為了你已經失去工作 現在連人都不欠責任 我跟Mary沒有任何關係 你不要胡說 我胡說?你當沒事嗎? Mary全都告訴我, 你還不承認? 我不需要向你解釋 總之沒有這樣的事 簡直不是人 還有, 朱珍 下個月我們在上海的開展活動 找聯絡了大導演Anne 她答應了會去啡飛上來上海 Anne, 你也請到了嗎? 你很聰明 Kevin, 你有想法 這次是找名模 下次找大導演, 讓你教一教 連我都說是星礦式 這系列的首飾, 形象也提高了 其實建立一個品牌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策略 我們先找模特兒示範 然後再找大導演 星礦式的品牌自然會別樹一架 對… 我們先說上市公關, 一定會找你們 那就先謝謝朱珍 謝謝, 喝杯… 在這裡我們越將我們的星礦式 一浪至一浪, 越做越有 一定… 朱珍, Kevin, 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準備 好, 朱珍, 來 我先拿去 我先拿去 是不是很開心呢?惠姨 是呀, 我真的很開心 謝謝大家 這次的發布會是由星礦式和新品牌合作的第一擊 我在這裡首先要感謝朱先生給我這個機會 把星礦式的光芒介紹給大家 謝謝各位來賓的支持 乾杯 不阻礙大家這麼多時間了 我們有請星礦式的星級模特兒 Rosabella、Julia和Yeliz 帽子鞋子也很羞 開始 入景圈, 開車等他 是 什麼事? 入境事務處特別調查組 我們高級入境事務主任, 韓永蓮 我們懷疑這裡有人違反入境逮留條例 從事未經入境處長批准的工作 Kevin, 什麼事? 沒什麼, 朱先生可能有點誤會 請問你們三位無特兒 有沒有香港身分證? 深圳東先生 三位無特兒是你公司請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不要緊 回去有很多時間讓你解釋 我重申一次 我們唯有人違反入境逮留條例 以及聘用非法勞工 請機會跟我們回去接受文化 現在? 我們正在做事, 怎麼跟你回去? 這些與我們無關 你走了, 那我發布會怎樣? 跟他們拍照吧 是, 先生, 沈先生請 跟我過來 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弄錯了? 我給我打電話門還是命宿 那好吧 一有什麼消息, 立即通知我 怎麼樣? 怎麼樣? Roy說現在還在調查階段, 所以… 那是你兒子, 有什麼好調? 至少他沒有做煩惱的事, 不會有事 凌叔 Kevin, 怎麼樣?沒事吧? 阿姨, 不用擔心 我們調查過是經理人 自己開的模特兒公司出了問題 還有幾個模特兒? 他們是內地模特兒 這次來香港, 拿來有簽註 而且這個工作中 他們有收取酬勞, 所以非凡勞工 不過幸好Kevin和每一間經理人公司 是第一次合作 非正式僱主, 應該沒什麼事 那就好了, 沒事了, 兒子 沒事? 這也叫沒事? Kevin 對不起 我不應該在阿楓面前發脾氣 因為這件事不關阿楓的事 是關你的事才對 Kevin, 明叔只是工作而已 我呢?我不是工作嗎? 不過我做錯了什麼? 你怎麼會這樣對自己的兒子? 你不喜歡搞那間公司就算了 你不用讓人搞我吧? 如果你凡事依足法來做 就不會有今天 好了, 不要吵了 好, 就算你要抓人 為什麼你前不抓後不抓 偏偏在上台的時候你才來抓? 你這個項目是我公司第一宗的生意 現在讓你這樣搞下去, 以後怎麼做?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 你還開始怪別人類你? 你的夥伴請什麼人你不知道嗎? 你的夥伴怎麼做事你不知道嗎? 做生意, 這樣做法嗎? 好吧, 不要吵了 這些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我一定要跟你說 做事一定要腳踏實地 做人不可以行捷徑 你說做生意, 我讓你做生意 我可以跟你說 每件事都一定要親力親力 你有聽我說嗎? 如果你有聽的話 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 我都說不要再吵了 兒子很累的了 我知道你一向都看我不順眼了 現在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好 我走, 不用來睹眼睹鼻 Kam… Kamon, Kamon, 你好嗎? 阿婷 你沒事吧? 不用擔心, 我會照顧她 謝謝你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Kamon Kamon 你閉嘴 我不是有心, 你自己碰過來而已 那也好, 你聽我說幾句好不好? 你別用瘋子跟我爹說好話 好…你和你爸爸之間的事我不插手 那你現在是不是不回去? 不回去就不回去, 用死嗎? 我不是怕你死, 你也要有地方下腳架 不知道, 到現在去哪兒就去哪兒 那就是還沒想到, 那你又到了 來你這裡? 地方是小一點, 但你睡覺 比你到處去找吧 這樣吧, 以後銘叔還銘叔 好, 你歸你了, 好不好? 你說的 還不理?剛才那個客人已經很認識了 那你是警察, 你這樣不能賣嗎? 你也不用讓你打嘛 對不起 再見 我先走了, 你稍後就收店了 不是吧, 趁中數沒什麼客人 就急著放進去, 清洗過期罐頭 一盞馬出去又吃壞人了 知道了, 大嫂 別怪我多口, 我只是說店好而已 你們知道老爺很緊張 二嫂, 你說是不是? 怎麼醒你呢? 在香港地, 做事不僅僅要手腳快 還要一眼觀測, 說頭聰尾 周新都, 張張來, 知道嗎? 知道了 我趕著回家了, 下次再教你 你別生涯了 行… 走吧, 再見 再見 別生涯了 阿太, 阿佬 傑哥 等我幫你 阿彌, 你今天見幫人是怎樣的? 還是等消息, 是不是借我的槍? 小心點 是 阿傑, 無論結果如何 我和希希都會支持你 難怪你這麼支持我, 我也會支持你 還有什麼事我幫你做? 有, 這裡的貨 我已經把那些過期罐頭都拿出來 但我又怕我看漏眼 好像上次那樣吃壞人 上次的事情數了就知道了 怎麼關你的事? 我先把東西收拾好 原來阿嫂早就知道了 阿傑, 那就不關我的事了 阿傑 乖… 奶奶, 怎麼煮這麼多菜? 二嫂, 我要少點飯 好啊, 阿傑升職嘛, 就多兩尾吧 剛才見完而已, 還要等消息 我阿榮沒什麼用 等極都是只有等字的 二叔就不同了, 起碼見過 是時候到你了 希希, 你說爹爹升職行不行? 一定行 好, 來, 來, 吃飯… 謝謝… 阿傑, 來, 吃個叉燒 老爺想你見面吃叉燒這麼吃 謝謝 大嫂, 你有了寶寶, 阿傑升職了 考慮初一一定要湯雞還神 那倒是, 求個心安吧 大嫂, 最近七叔有沒有光顧? 老爺, 你見到他就送兩句包來給他 畢竟是一場街坊 心裡始終不安樂 老爺, 其實上次罐頭那件事… 老爺, 我知道怎麼做了 店裡有我在, 你放心吧 我們乘機做生意 最重要是對得起天地良心 有錯就要認, 沒得賴 對, 二嫂, 你去店裡幫忙 有什麼不懂就問人家吧 你問大嫂, 阿佬, 阿傑, 誰都行 千萬不要自把自圍 知道了, 老爺 阿傑, 你… 沒事… 你不要亂七了… 沒事… 沒事… 我經常叫我喝湯望著碗 你睡吧 睡吧 你是不是只怪我沒有幫你 在爸爸面前解釋? 大家一家人 什麼事也好, 就這樣算數吧 就是一家人 有什麼不可以說清楚 我上次已經弄不見了阿黃 這次可以解釋 為什麼你不幫我開口 我不是不想幫你開口 我只想大家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是呀, 你上班就什麼事都沒有 我每一天還要見老爺婆婆 還要見到嫂子 是呀 我不想他們整天都覺得我是做錯事 睡吧… 你說發生任何事, 你都會幫我 為什麼現在最需要你 你不幫我開口 我只想大家一家人和和氣氣 我不想搞那麼多事 為什麼一定要搞那麼多事呢 如果你一吵, 大嫂又吵了 到時候就別吵了 你還煎好貓魚, 等阿黃回來嗎? 打定輸贓了 不過你媽媽每晚煮飯 知道不是貓魚, 那我就放在這裡 阿榮 小心踢到貓魚 還沒找到阿黃 阿黎不是說每天都有人 拿貓來舖頭嗎? 十個, 十個都白了 廚房有湯 行了, 我自己搞定了 晚安, 爸爸 晚安 夜晚安, 爸爸 宵夜, 什麼事? 飯見肚子, 點東西嗎? 快出去吧, 行不行也不是自己決定 有什麼好煩? 不是飯見肚子, 那就煩老婆了 是呀, 每天都被你鼓腫了 哪個男人不是煩老婆的? 你倆這段日子我好過 你嫂子已經難服侍了 現在還大肚子 嫂子是你選的, 她是你娶的 對呀, 夫妻的事, 喊善客當然有 不是你忍耐我, 我讓一下你 跟我放阿敏, 走到香港有多久? 是要有些時間適應的 大哥 老婆, 我們不如買個貓給爸爸吧 沒用的, 阿黃是唯獨他事不可取體 那做一隻愛的替身 讓爸爸對阿黃減輕這個思念 毛邊的私益止不了咳嗽 接不到你, 為什麼呢? 就是呢, 爸爸就當了阿黃是妹妹 妹妹? 我在紐西蘭的妹妹 我…關她什麼事? 就是我妹妹的事你就是知道不知道 搬家的時候放在哪裡? 阿黃是妹妹在街上撿回來的 她搬了一整晚了, 爸爸才遇給她養 她像她寶一樣的, 慢慢抱著阿黃睡 後來爸爸離婚 妹妹又跟媽媽過了紐西蘭 阿黃不能飛過去, 就留給我們養 阿黃是妹妹留下來的 所以爸爸把阿黃當阿黃是自己的女兒 如果這樣, 這麼多年來你也知道 爸爸是多麼想念妹妹的 你現在隨便買一隻貓, 她一定不喜歡 阿爺, 過來幫忙 這隻貓沒有?我姐姐是朋友的 姐姐叫到不幫忙 博囚只有五千元, 這個人玩真是矜貴 你聽到嗎?沒有 貓 你搞什麼? 你還這麼大聲 你明知宿舍不能養貓 明知宿舍不能養貓, 你還陪她回來 阿黃 阿黃 你還這麼大聲 真是阿黃, 你找到人家的貓 你快避開人家吧, 人家把人弄得很心急 你還真是阿黃 你真是白狀嗎?這隻也叫阿黃 沒看到牠一陣子的貓有點髒 是差不多了 也虧你說得出的 我們的阿黃是正宗啡色的唐貓 你看看你這隻 黑骨臘蛤, 眼屎又多, 樣子又貶 想來做白狀? 請 黑貓的阿黃, 你別拿貓的頭來迎你 何太太, 買菜嗎? 是呀, 今天有什麼好介紹 細絲骨…漂亮 細絲骨?好像很胖 不好意思, 我打電話來, 送貓來的 等一下…細絲骨胖嗎? 鱷魚肉, 天氣很燙 鱷魚肉是紫咳潤肺 鱷魚肉很貴的 不貴 趁機, 整天幫我搭配你 算便宜一點給我吧 放心吧, 街坊生意很便宜 謝謝 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緊 小姐… 小姐, 你站在這裡 小姐, 我叫你 老公, 回來了嗎?你剛才急著跑去哪兒 是呀… 不夠什麼?大嫂問你去哪兒? 是呀… 留下了些東西在伙計車上 就追出去拿回 快點, 走 你一步搞定了嗎? 還好, 你行嗎? 當然行 阿爺, 稍後記著抄下資料 小雲來拍照的時候 記得選擇有利的位置 阿晶, 拍攝錄影的時候 不介意叫阿Sir多做幾次 沒所謂的, 還要拍得好 行了 做得準備了 謝謝 阿爺 阿爺 行行了嗎? 你幹什麼?你別睡眠了 這位SA和各大紀錄部隊合辦的 Smart U Program要上報紙的 聰明點… 聰明點 四位, 麻煩這邊 再見 船隻出入境管制 主要分成東西兩邊 我們叫東頭、西頭 船隻駛入管制區 就要掛上一支移民旗 掛了移民旗 除了醫生和入境處的職員 任何人都不可以上下船 是 香港每天有這麼多船隻出入 你們是否全部都會查的? 問得好 去年, 京海出入香港的旅客流量 是二千六百五十萬人次 就是說每一分鐘超過五十人次 為了有效管制 我們設有預檢和免檢手續 這群同事現在辦理的 就是有關的手續 什麼預檢? 什麼是免檢? 免檢是否就是說不需要檢? 預檢就是出入境檢查 而先辦好, 不需要停船 免檢就是入境的時候需要檢查 出境就不需要 當然, 我們的船隻搜查小組 會對它進行突擊檢查 這邊是我們的職員辦公室 所有管制組, 船隻搜查小組的行動 都是由這裡安排 這裡和外面的海源管制部 都是二少少少人作的 應該差不多 四位隨便坐 森Sir 這位是歐Sir 是船隻搜查小組入境事務主任 這位是歐Sir向大家介紹一下 船隻搜查小組 好, 這裡交給你, 歐Sir 是, Sir 再見, Sir 歡迎大家參觀船隻搜查小組 因為我們日常的任務 通常都在船上做一些搜查的工作 所以又叫做炒班 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些 我們經常會用的裝備 這支是新宿警棍, 我們用來自衛的 我們無線電通話器的天線 都是比較長的 因為我們要在船艙裡面 也要確保接收良好 這支是新宿手作鏡 是由牙醫的工具啟發出來的 可以伸長伸短 就是讓我們照一些比較高的貨櫃 以及在洛馬州都會用來照車底 這一部就是二氧化碳探測器 有沒有同學想嘗試? 大家看到的數字不斷地攀升 如果貨櫃裡面的二氧化碳毒素 比外面環境的高出300度 就可以肯定貨櫃裡面有生物 其實還行嗎? 不好意思, 其實吹一下就行了 你不早點說? 試一下吧 這些東西不可以亂搞的 還了你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 給我一個相機 謝謝Al Sir 站住 我不是不讓你們拍照 但你一會兒遷就走的話 別有意外, 那怎麼辦?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下次不要 好吧 李嫂… 你們貨櫃好像過了期, 你看看 不是吧?又過了期? 不會的, 你看看 阿杰和我都看過, 應該不會過期的 都說過你了, 還不錯 先看看 大太, 沒過期的 這個是09年11月6號 不是06年11月9號 你看這個, 是11月21號才過期 還沒過期 我看錯了 看錯了, 沒事的… 慢慢吃吧, 慢慢吃 七叔出事後, 眼神經常點錯了 大嫂, 你說誰點錯? 我不是說誰嗎? 我沒有說誰 其實你知道上次錯的不是我 為什麼你不替我解釋? 什麼?什麼解釋? 上次看錯的罐頭是你 我會看錯罐頭? 你不要生草藥說得說 不然的話, 問老哥吧 老哥最清楚 現在還要找證人了嗎? 好, 老哥 老哥, 你跟我說 說清楚誰看錯罐頭 是呀, 老哥, 你說吧 是呀, 你記得說清楚 不然的話, 我招人說病 人家說我已經禮了他 我什麼都看不到 老哥 老哥 我先去工作 平蘇, 今天有什麼新鮮的事? 今天是仙姑最漂亮 來, 打鼠過來 大嫂… 幹什麼? 小嫂… 別揍他… 快點… 阿榮姐, 怎麼會這樣? 阿榮姐, 被油掀傷了 很恐怖 你怎麼這麼冷 你們打電話了沒有? 在我承認 是呀, 讓我装了 我不會這樣 不要… 真正正 ik不承認 我這件呢 怎麼會偷偷 的邪 我這個叫她 做出身體, 你的愛 你覺得我一直以受 儘 amat 對, 你的愛 嘗證別 我才能夠 吃就這樣 嘍嘗 成是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